幾台電風扇吱吱作響 加上氣窗幫忙通風 還有水務降溫 但不管多少方法 高溫下教室上課的小朋友 還是滿頭大汗 汗流浃背 根據統計台北市國中小學 學校教室還是有一層煤中冷氣 更不用說其他縣市學校 裝冷氣的普及性有多低 現在行政院寄出大紅包 中小學教室裝冷氣 2020年夏天全面完工 搭配全場掌聲 蘇貞昌強調是兌現蔡總統的承諾 但怎麼久這麼剛好 不到24小時前 新北市長侯友宜才這樣說 應該要把4000億的預算裡面 爭取大部分的預算 來做全國的孩子們 來裝設改善電力 裝設冷氣 侯友宜開出第一槍 拿前瞻預算幫小孩裝冷氣 獲得關注後 蘇貞下令2022國中小全面裝冷氣 佈置引發蘇侯冷氣工房站 侯友宜的一席話 還移爆了雙北冷氣大戰 維持溫度在幾度到幾度 慢慢的 要有更環保的方式 其實裝冷氣要因地自宜 有一些比較郊區的 相信我們新北市政府 也會提出完整的配套措施 返酸說要環保的柯P 享有最多資源的北市 裝冷氣卻是全國第一 柯喉隔空過招 中央地方上沿冷氣 過去超出療現為這場 江蘇 Bin� 習近平 國際 Eighth 英國 一年 在這條湘悅 一年 統一